过去从事沙僧行业,现在已经改业了,请问如何偿还过去的沙僧命债? 这个很不容易,你想偿还,它怎么接受呢? 但是这个念头好,真正偿还了,从今之后俗世,在家同修最好全家吃素,常常放生。 用这个来赎罪,我自从读了了凡学生之后,我就想到我在少年的时候喜欢打猎,几乎每天都杀生了。 感觉到是罪业非常深重。 所以我一接触到佛教的时候,不到半年我就吃常素了。 为什么呢?沙业太重。沙业重的人,晚上做噩梦。 这个我的经验很多。 大概到二十年之后,我梦就没有了。这么长的时间。 所以我学佛,以后有些供养的呢? 最初供养的不多吗? 那我这些供养拿去放生,拿去布施医药,印金,我就做这三种事情。 放生就是赎罪。 这看到生病的人很苦啊,没有这个医药肺炎。 我们多多少少送一点,都是送给医院,跟医院讲。 帮助那些苦难贫穷的人,帮助他们做医药费用。 这就是印金。 那么以后,这个收入多的时候,我去学印光法斯。 以印金为主,大量的流通佛经善术。 那么以后,我们利用这个高扣机。 这是我们很早很早就想到。 在这个台湾,我们有一个佛教试听图书馆。 我们没有做四间按堂。 就开始落下,落印。 所以这几年,有了这个卫星呢, 它在有东西播放。 我是问他们呢, 现在累积的这个东西可以用的有多少。 他们该略算一算,大概有15000个小时。 这才有这么多的内容。 否则的话,见电视台现在有钱见不困难。 你没有东西去播放。 所以是有这么多的东西。 这就是早年都想到。 现在这个产生了很大的效果。 因为文字,这个宣传,总比不上光碟。 光碟人家拿去看的时候,懂。 而且现在光碟比这个书本便宜,又方便。 所以这个流通量就大了。 那我们是一生没有半选。 所以这个流通量就更大了。 哪些人去做,我们都不知道。 在国内,在外国都是一样。 我们是没有半选。 对。 设计算是没有半选。 感谢观看